病毒无情 但是人间有爱 虽然曾经有人说过 最坏的一天总会过去 但是磁场街的寒冬何时结束 可以说是多数摊贩心理的疑问 曾经以道地小吃闻名的磁场街 拥有700多个摊位 除了卖吃的 还有各式各样的衣服 首饰 纪念品等 是国内外观光客打卡购物的著名景点 磁场街的由来 据说是早年吉隆坡 华人甲碧丹 叶亚来 设立的木瓷加工厂有关 这个超过百年历史的街区 因为疫情冲击 客流量大幅的减少了 冷清的街区取代了 人潮拥挤的盛况 摊贩从全年无休 到现在的只有周末假日才营业 虽然许多的摊贩老板纷纷的退出 但也有人顾念旧情 守着老档口不想放弃 以往热闹的磁场街 也在新冠疫情的冲击下 如今街道冷清 生意也大受影响 大概跌了几多巴仙 都说会有七十巴仙 八十巴仙 都很低啊 跌到我都不敢说 哎呀真好伤啊 总之是 第一没有游客来啦 第二剩下本地客 各个都固执个肚子 是不是先来要吃 百一到百四没有人开的 你开来没用了 你开来你看我我看你了 你们说今天起 拜五拜六礼拜 就是说拨多一点本地客 古伊犬啊 有很多是MT啦 我又去走去Bassassini 或者是走去Mindin 都是去通过这条街 所以我们都是去 一定要开路那里 好像一定要这样block了四位 进来出去的要写名字 试着你또很麻烦的 我又能找那个 捲头发那个什么 不见了 所以我又买点东西 我就回家了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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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过七旬的小贩陈玉环 疫情下生意虽大不如前 但仍守着摊位 背后藏着浓厚情意 此场街众多古早味美食 飘向超过半世纪的 还有这家售卖豆制品的档口 拥有百年历史的此场街 见证吉隆坡的繁华 奈何时代洪流抹去曾经的辉煌 如今加上疫情双重影响下 能否度过寒冬仍充满未知数 麦大爱李婉俊如果从吉隆坡报导